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同大家看過澳門的新聞 澳門這裏馬渣道博士大馬路 跟著白雲花園去勞動節大馬路路口 政府就說在6月22日上早10點起 會實施永久封禁,但不足14小時 有關路口就在6月22日深夜重開 而運輸公務司司長羅立文 和公務範疇多個部門負責人也有到場了解情況 現場有關人員收起了封路指示 而重開路口和重設較早前已經拆除了的路牌 因為原本那裏就封了條路的 結果可能他們規劃上有新安排 現在又要重開了 可能他們認為如果封了它就要塞到不得了 就唯有重開了 其實都幾搞笑的 他們的永久封禁就是14小時 本來很多人都認為如果那裏做了個永久封禁的話 應該明天會塞車,塞到媽媽都不認得 怎知現在這麼快就解封了 其實做這些政策之前 是否要經過深思熟睿才做呢? 若不是一個不對勁 又趕快二十四小時都沒有 又變回好像之前那樣 那一開始說永久封禁來做什麼呢? 那不如反過來吧 一開始跟你說我試幾天 看下什麼情況、什麼環境 試行一下可能更好啦快手啊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